大家好 我是小蘭姐姐 今天呢 姐姐有問題 又要來幫大家發問了 大家都說女生買車只在乎外型 只要外型好看 車不會動都沒關係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現在就來一起來問看看 走 你覺得啊 男生開什麼車最帥 最能夠吸引你 嗯 奧迪的車 你剛剛講我其實很care外型 外型 舒適度 還有裡面的配備 我喜歡Austin Martin 哦 Austin Martin 007在開的對不對 是 海電影票的很多喔 今天是演什麼 欸 看到一個漂亮的人 但是旁邊有男朋友 不知道會不會讓我們問 我們來試試看 男朋友有在開車嗎 男朋友有在開車嗎 很省油吧 很舒服 開手機 這也太難了吧 欸 不用到很好啦 嗯 但 我就乾淨就好耶 我就沒有 就不用到很好 但是法拉利這樣子嗎 沒有 沒有 B&W吧 B&W 對 好 手裡拿一個 這個飲料會不會很奇怪 我目前開的是那個後搭 你會開車嗎 當然定式那些就是 嗯 試車是比較好 可是 就算平民的話 我覺得 奧迪啊 他那個 摩托我還蠻喜歡的 我小孩 對 後面的空間 可以放腳踏車的話 嗯 對 所以我們在考慮 喔 可能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是開B&W 所以可能換的時候 就還是 考慮B&W這樣子 安全系 比較習慣的品牌 我覺得比較有好感的感覺 嗎 MASDA 你覺得男生開什麼車的感覺最好 不是開什麼車的問題 是 平性的問題 平性的問題 是實用性 實用性 還有它的舒適性 寶馬我們是覺得還不錯 還有可能像 Lexus 我現在是開寶馬二系 只要不要裡面太亂就好 我們家有兩台車 所以就開那個我姐的跨界小修率跟轎車 中間的使用度 然後還有睡吧 睡 睡筋 睡筋不要太高這樣子 對 最討厭就是看到男生開車 什麼樣的那個行為 就是炫車技吧 喔 對啊 或是什麼甩尾啊 一些 或者是改車 然後聲音很大的那種 亂按喇叭 車內很髒吧 OK 還有它很看慢 那種超車啊 然後甩尾啊 之類的 是是 我覺得看手機其實我還蠻不能接受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載別人的話 就是安全還蠻重要 就如果你在開 然後也有什麼訊息 然後讓他看一下 我覺得其實還蠻 蠻不OK的 對 尤其還回別的女生的訊息 對 真的 不安全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 好 亂按喇叭 急煞車 然後一下開了快一下 不打方向燈 一般道路行駛20公里一下 喔 就是開太慢這樣子 對 開太慢 不打方向燈 哪一種駕駛行為是你在 你覺得很不能接受的 黑車 不打方向燈 不打方向燈 今天好多人講這個 亂超車 亂超車 S型 標車 好 那現在呢 太陽也快下山了 我們今天一整天呢 問了好多的姐姐妹妹喔 那現在呢 我也來幫大家總結一下 首先第一個 女生買車 真的不是像以前大家想的 只重視外型 現在的女生啊 像今天的回答 大部分都重視什麼 實用性 空間 還有安全 第二個 男生你要聽清楚了喔 會最吸引女生的車子喔 真的不是跑車 而是你的車子裡要非常乾淨 不要很髒 不要很亂喔 這才是女生在意的一個重點喔 第三個 女生最討厭男生開車的什麼行為呢 就是 不打方向燈 還有危險駕駛 所以喔 你跟女生出去的時候 不要為了要這樣子展現你的技術 然後收來收去 這反而可能會很夠人玩喔 不知道今天的姐姐有問題 有沒有解決大家的問題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姐姐愛開車 我是小蘭姐姐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這集的話 就到這邊 好遊戲 Enerme 十六你